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米兰达第一秘书艾米丽给安迪初步介绍了这个岗位 是多么让众多女孩子疯狂的职位 艾米丽还没介绍完 她接到了米兰达马上要回到公司的消息 一个眼神 办公室里的全体人员开始迅速整理收拾办公区域 以及自己的仪容仪表 速度相当惊人 米兰达一踏入办公室 便高密度的给艾米丽安排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多 米兰达讲话速度非常快 艾米丽全程速记大气都不敢喘 米兰达给艾米丽安排了工作 看见安迪 艾米丽迅速解释 这个是公司人力资源部安排过来面试的新助理 米兰达让艾米丽把艾米丽叫进办公室 两人经过来回的几个问题 艾米自说自话的 说着自己以往的工作经历 他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听说天桥这本杂志 也是今天才知道米兰达这个人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 他觉得自己没有好的身材 不懂时尚 他不会应聘上 正当他在公司楼下准备离开的时候 艾米丽把他交回去了 是的 他应聘上米兰达的助理了 安迪的朋友告诉他 米兰达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女魔头臭脾气 难伺候 在他之前有很多人都受不了米兰达的脾气而离职 但安迪说自己跟其他女生不一样 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第二天 安迪还没有睡醒 就接到艾米丽的电话 要给米兰达买咖啡 安迪带着延迟的咖啡走进办公室 艾米丽简单且迅速的告诉安迪 他们之间的分工 艾米丽负责米兰达的行程 安迪负责米兰达日常琐事 以及她的随时待命 很快 安迪见识到 做米兰达助理是多么的不容易 米兰达只会交代他要的 其他的事情需要助理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安迪对时尚不熟悉 所以他理解不了两条颜色相近的皮带 为什么米兰达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选择 晚上回到家 安迪就跟男友吐槽米兰达 他告诉男友 自己就忍受米兰达一年 一年之后 他要做他真正热爱的工作 安迪每天就像用动机一样 24小时随时待命 接受米兰达的各种安排 好不容易到了周五 米兰达不在国内 安迪想着可以和父亲 好好地吃个饭 父亲让安迪辞去现在的工作 他给安迪介绍他喜欢的工作 当安迪告诉父亲 自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年之后 他会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个时候 米兰达打来电话 告诉安迪自己的飞机延误 他让安迪立刻马上安排飞机 送他到他园丁的地方 由于天气十分恶劣 安迪实在办妥 第二天 米兰达表示 安迪跟以往的助理一样 一样的愚蠢 他表示对安迪很失望 安迪来到奈吉尔办公室 倾倒苦水 经过奈吉尔的疏导 安迪重新振作 打算重新出发 安迪改头换面 时尚的穿着打扮 从容地面对着以往的工作 安迪开始对时尚有所了解 也尝到时尚给他带来的改变 米兰达也越来越信任安迪 交代安迪的事情也越来越私密 某日 米兰达让安迪把衣服送到自己家 但是由于米兰达双胞胎的恶作剧 安迪搞砸了 但他不知道米兰达会不会因此 把他解雇掉 第二天 米兰达没有提及昨天的事 只是交代安迪去找绝版的 哈利波特手稿 事情很难办 但安迪还是搞定了 米兰达非常满意 由于艾米丽生病 安迪代替他陪米兰达 出席重要的酒会 往后安迪的表现越来越好 米兰达让安迪代替艾米丽 去巴黎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在巴黎 安迪得知 米兰达的丈夫要跟他离婚 奈杰尔也会离开天桥 去过他想过的生活 安迪还得知 公司总部为了减少经费 试图将米兰达换掉 经过一番周旋 米兰达并没有换掉 在回来的车上 米兰达和安迪两人 对职场的理解发生不同 安迪决定离开天桥 重新面试他想要的工作 刚刚面试出来的安迪看见米兰达 两人在街上伤识一笑 这部电影获得2007年 美国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片女主角奖 是一部十分优秀的 反映个人职场的励志电影 时装时尚大片的氛围一流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想有几说的电影 可以在微信区和谈主沟通 咱们下期再见